嗨 大家好 我是劉彥亨 我們主要是介紹不動產的頻道 中部地區為主 我們的物件數是最多的 歡迎在看我們的影片前 先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天都會拍攝上下的 新的物件 我們現在來到台中市的新社區 新社山上 新社非常非常的山上 那有一個休閒用的那種住宅小屋 平房 那其實它這個是合法的 為什麼合法?因為它有申請資材室 大概12坪 大概12坪的一個資材室 弄了一個小平房 你看看起來是小木屋 但是 它其實是 那個 氣磚 應該是 不知道是 鋼琴粉凝土的 它的外牆都是水泥 然後裡面就是 弄裝潢的木頭 全部都是原木 那這一間 898萬 898萬 本來開價1200多萬 大降價 大降價 但是這一塊地非常的大 總共有一甲地 10.5分 3176坪 3176坪 面積非常的寬廣 但是因為它這個是散坡地 所以它不是都 就是它是一階一階一階的 平台下去這樣子 所以能利用的部分就是那些平台的部分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這個格局 裡面一進來就是客廳 蠻大的客廳 然後還有弄一個小盒室 可以這邊泡茶 閒聊天 這個看起來就是 有精心佈置 有精心佈置的 然後 我們來進來看 它這邊 還有一個 廚房跟衛浴 這個衛浴還蠻大的 可以做它有做乾屍分離 還有做這個拉臉乾屍分離 而且它有開窗 因為這是獨棟的 所以四面都有窗戶 那這邊就是廚房了 廚房空間也蠻大的 L型的 迴轉的空間都有 然後 它的 又有一個窗戶 還有一個窗戶 但是呢 它是沒有做 它本 它有留那個 偷油煙機 偷油煙機的位置 但是它沒有 因為比較少煮 所以它就沒有 沒有裝 沒有裝 但是可以自己裝上去 因為已經流管路了 那睡覺怎麼辦呢 睡覺 的話 就 在合適 連在合適睡覺也不可以 我們主要是在樓上的一個房間 我們來看一下房間 格樓的房間 它這是 做調高格樓 的一個房間 高度不是很高 會撞到頭 這個高度是會撞到頭的 可是可以睡很多 這個可以打涕 打涕窟睡很多 一些同修共耗 可以來這邊 修炎 佛 佛 麵巾之類的 也是蠻適合的 好我們去外面看看 它有冷氣 有 對 它有冷氣 因為 有時候 畢竟這個是平房 然後 應該是鐵皮屋頂 所以夏天可能會比較 但是今天雖然是盛夏 但是一點也不熱 它其實這裡不 我覺得沒有冷氣應該還好 為什麼 因為它的 海拔 800多公尺 海拔800多公尺 海拔800多公尺 非常的涼快 當時我們還有拍一間 海拔1000的 可是它很貴 2000多萬 2000多萬的那個農室 很貴 而且 它的地平也沒那麼大 我們反而這邊 地平 大三倍 地平大三倍 然後 但是就 價錢便宜三倍 地平大三倍 價錢便宜三倍 一來往就知道這個差 差因蠻多的 然後 它種了 它有種一些 松樹 那邊也有種松樹 這個松樹 種松樹那個意境是非常高的 借一下你的手機 那個 屋 屋主 其實啊 我覺得它是 蠻有 生活 生活情調的 然後 他還做了一首詩 叫做 我背不起來 因為我 太久沒有背書了 松下問童子 言詩才要去 雲深不知處 只圓齒山中 哇 這意境 剛剛起了很大的 對 剛剛這邊都是山巻 的那個霧氣 一直飄上來 一直飄上來 非常的漂亮 而且你 它一直在飄上來的時候 其實會把這個 高壓電線都擋住 看不到高壓電線 就是剛剛 剛剛才散掉 剛剛才散掉 那邊遠處還有一點點 遠處還有一點點 剛剛好濃 看不 幾乎是濃霧 快要看不到 前面的狀況 它的範圍 對 哇 這個 就是它的範圍一直很 接近到河谷那邊了 接近到河谷 總共有一甲地 這個範圍非常的廣 深處很深 再借一下你的 可惡 不好意思 那個 我看一下它的深度是 190公尺 哇 深度190公尺 面寬 110 但是是屬於比較不規則型的 面寬大概110 然後深入190公尺 所以已經接近到那個河谷那邊了 然後 因為它這 這一個包含這個高壓電塔 其實是在我們這個土地範圍內 已經被徵收了 那個高壓電塔大概被徵收 30坪 30坪的部分被徵收掉 然後 然後 但是其實因為其實我們的活動範圍 離高壓電塔是蠻遠的 所以影響不大 當然有那種 高壓電塔情節的人 我們就是告訴你有這樣子的康幸 可以接受我們再來看 看這一塊地 然後 這邊的水 電是台電 水的話是山泉水 泳泉 泳泉 天然泳泉 這個都是天然泳泉 從山下接上來的 它也有水塔 它有設水塔 這個是補助的水塔 看起來 上面這個管子是它 上面這個管子 就是灌溉啦 灌溉用的 灌溉 一直拉過去 一直拉過去 在門口在哪 欸等一下喔 這個是進水管 這是進水管 看起來是進水 上面是進水 下面才是灌溉用 那那個 那一個 旁邊那一個 小的 這個是他們的 飲用水的水塔 飲用水 對 也是山泉水 其實水連都差不多 那主要就是 它的 水 電 都很齊全 所以不用怕沒水沒電 而且你這個水 它這個拉的這個水線 從湧泉拉上來的這個水線 基本上都是經過 幾乎都是經過國有地 幾乎都是經過國有地 所以你不用擔心那個 這個 管線被 私人 故意破壞之類的 不至於 它這個 松樹 不只這一棵 後面還有 這裡有一棵 它種了很多 它種了很多 然後下面有很多平台 平台非常地多 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過來鎖 過來鎖 下去 它算是有走 它算 破度是比較陡的 但是因為它做了很多平台 所以 平台 沿著這個平台走 其實都還蠻好走的 這邊也有路下去 因為這個 下去太深了 我們就不下去了 我們走 我們主要是走這邊 它這邊好像有種紫檀 紫檀木 它有種紫檀木 然後這是梅子 它 經濟作物的話 它是梅子 梅子園 它是 有種梅子 也可以 靠那個梅子的收成 來賺錢 因為 幾乎都是梅子 梅子園 這個平台 這邊有 這個平台 看起來沒有很大 但是下面的平台 有更大的 有更大的平台 然後它這個 梅子樹 因為它是弄到斜坡 上來 高度都沒有很高 都很好採摘 很好採摘 它的高度不高 這邊有 午夜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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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平台都還蠻多的 下面的平台都還蠻多的 然後它的 土地 原則上 從到這一棵 到這一棵 土地到這一棵 紫檀木 紫檀木 它是斜著的 對斜的 斜的上去 斜的上去 它這邊是斜的上去 這邊斜的上去 這上去也是一條路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人在蓋 自財寺 我們看一下他們怎麼蓋 這個 自財寺應該也是大概12、3坪左右 自財寺 自財寺通常都 不用申請建造 不用申請建造 大概13坪左右以下 是不用申請建造的 只要去 那個 去申請就可以蓋 然後 這個是目前正在蓋的 像這個成本蓋起來大概 看你蓋要蓋的多豪華 基本上 弄好 幾十萬差不多 這也是他們的 這個是 他們親戚的 這邊的府地是他們親戚的 只是給你們看一下他們正在蓋的過程 這是用乾垢的 然後 這個他們 這個親戚的路就是從這邊上去 這邊還有 有那個 咖啡 咖啡燥 還有香草 香草 香草很香 香草 其實我對植物都不熟 都是剛剛立主跟我說我才知道 對啊他很熱情 這邊也有很多香草 很香 香氣 把他這邊 蜿蜒的上 這個這條路主要是這個地主在走的 但是他也有一點點走到我們這邊的地 但是沒關係一點點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小心喔 這邊就是車子能走的路了 這邊斜斜下去 到剛剛的 不是 這裡是不是 講錯了 從這裡啦 從這一顆 這邊斜斜的下去 到剛剛那一盒的紫潭 右邊是我們的地 左邊是這個清洗的地 斜的下去 這樣子 斜的下去 這邊面寬 110公尺 面寬110公尺 我們這面寬總共有3筆地 3筆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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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1筆地號 其中2筆地號大概是2分半 加起來5分 然後另外1筆地號就是他目前蓋的這個資材是 是在5分地的地上蓋的 下面我們看一下這邊的 視野 就看得很清楚 剛剛被那個書折住了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整個視野 非常好 心況神移 這也是 就插在這個 高壓電塔 比較煞風景 這路大概 4、5米 寬的地方4、5米 宰的地方 也不大可能2、3米 等一下我們會實際開車 走下去 這是他的圍裡 這是剛剛我們的那個資材室 我們這個資材室的位置 就在大門口這邊 12坪 12坪的資材室 就這邊 我們剛剛看到的水塔 大水塔 補助的水塔 跟這個補鏽鋼的水塔 然後 電 他電 其實申請了兩個 兩個電 這一筆5分地 他申請了一個電表 另外的2分半加2分半 也申請了一個電表 所以如果 之後你要分割 其實已經分割好了 就是你要分開 使用 那邊5分地 你也可以申請資材室使用 跟剛剛那一間新的一樣 你可以申請 5分地 一個資材室 這個5分地 也一個資材室 面寬 都差不多 兩邊的面寬都差不多 向下延伸 這樣子 這是不回省的地 只是說個大概而已 好你等我一下 我下去 鎖門 等我一下 這個路就是 進去的路長這樣 他這邊有一個大門 要不要補充說明一下 這邊有一個大門 這個大門其實可以整個打開 可以整個打開 讓車子可以下去 如果要帶東西的話 這邊 他這邊有一個插箱 這個插箱 打開來 抽起來 整個大門就可以 就可以打開了 車子就可以下去了 不鏽鋼的門很耐用 好 等我一下 往那邊 往那邊拍 太遠的話聽不到 不不我不講話了 你過去拍一下風景 好好好 好 好 感謝地主請的 飲用水 好 我們就往三峽走囉 對了 你的手機可以接我嗎 你的手機 謝謝 這邊的 路 我們如果是往後走的話 路比較小條 那我挑這一條路是路 他們是說路比較大條 我剛才上來的時候路超小的 從那邊另外一頭 往前走 這個路說真的不好走 因為這邊是山上 其實很多人 退休的時候都想要找一塊地 開個小房子 可以平時活動 活動經過 但是 現實 理想很美好 現實很骨幹 所以有些人買了之後 後悔的人其實也蠻多的 但是 還是 有人會堅持下去 繼續 在這個土地上耕耘 那地主 是希望可以找到這樣子的 同好 願意承接他的這個土地 所以 他願意 讓利 願意讓利降價 本來是一千兩百多萬 他降到 898萬 那我們希望 可以幫他找到一個願意 好好對待他這一塊土地的人出現 其實他這樣賣是 賠本 他這樣到時候賣會有可能會 因為現在大家出的價格 我真的沒有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農地都不能蓋 農地都不能蓋 所以 而且 鄭福木 我之前我都有 我有接到之前的一個 那個 客戶 跟我買 買一個農地上的一個維健 結果 最近接到那個 列館的通知 讓他非常的 擔心 雖然現在台中沒有到很嚴格執行 一定要馬上拆除 就是列館這樣子 但是大家看到這樣的單子 我會很害怕 都很擔心 所以 我們還是建議 我們真的不建議買那種維健 雖然是 我們還是會賣是沒錯 但是我們都會 告知 我們都一定會告知 說這是維健 風險要支付 所以 大家記得 千萬不要在農地上自己 隨便改 尤其是105年之後 越來越嚴格 105年之前的都可以就地 合法 也不是說合法 他就是會給你 客森房屋稅 也不會叫你拆 但是他也不會讓你 申請保存登記 這邊左邊換左邊很漂亮 都是雲海 基本上這邊的路 雖然是山路啦 但是轎車都可以上得來 沒有問題 你剛快 剛剛拿貼另外一頭 會有點嚇人 這件也要賣 這個景觀也不錯 賣農地的人很多 現在很多人賣農地 價格不好 因為炒作太高 被炒作的太高 大家 一路炒作上來 你想 大家 一瓶 像農地一瓶洞澤 我快要很多破10萬 平地 市區那邊一瓶洞 破10萬 這樣子的農地 真的是 買來耕作的嗎 我卻而不是 一點不符合經濟效益 但是像這種 我們便宜的山坡地 你就可以拿來務農 就很實在 因為他不貴 單家不貴 真的要 想要務農的 想要 拿來做休閒生活的 像這種 低單價 他總價 因為他 平數大 一甲 超過一甲的土地 所以他的總價只來到 八九百萬 之前是開價一千多 那時候 因為大家退休 普遍 他們的預算都是 幾百萬 玩票性值的比較多 都是幾百萬的預算 因為他們也很多人都知道 子女沒那麼勤奮 子女沒有那麼勤奮 天天 跑到山上來 耕作 陪 老人家吃苦 這個比較難 現在年輕人 都是喜歡在市區 逛街 娛樂 很少會跑到山上來 會跑到山上來的都是 中老年人居多 會願意在這邊花時間去 去做 當然他們也不可能把 全部的錢都砸在這裡啦 一定是 行有餘利 有閒暇的錢 願意花個幾百萬 來這邊做 所以要一個 一兩千萬 一兩千萬的這種產品 對他們來說 是 負擔太重了 所以我們就只能夠找這種 幾百萬的 他們 將能接受 我好像走錯路 永貴路 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走這裡 要不去前面回轉 前面回轉 最後 去轉一下 對 沒有一個 一副人家 剛安 你講話走錯路了 從去 休息一下 Sai 我 再轉 對 為 蹴 走錯路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條叫永貴路 新設永貴路 然後叫往回走 怪怪的 等一下我走真的迷路了 第一次走這一條 不好意思 各位觀眾如果你有耐心的話 陪我一起迷路吧 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這裡 對阿就是這裡 開始 所以我剛剛有一個插路沒有轉 剛剛有一個插路我轉錯 難怪我覺得這條路走得越走越小 對了 我剛剛是從這邊插路 轉錯的 嗯?奇怪 我們又回來了 人生在搞混 我看不到那一條插路 我看不到那一條插路 我看不到那一條是廢棄的路 所以不能走哪一條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往前 所以Google 導航在山裡面 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尤其是晚上 尤其是晚上 千萬不要來這裡 如果不熟的話 很容易迷路 一回聲二回熟 通常要走一兩次 一兩次兩次會比較熟 哇這一圈繞真的還蠻大圈的耶 跟我們剛剛走 不過路有比較大條 是真的已經有那個 那個線道出現 柏油路啦 比較好轉 對這邊是柏油路 是真的比較好走 只是要繞很大一圈 因為剛剛我們走的那些路 有很走很走的 而且是180度的打夾彎 開起來有點恐怖 算轎車是可以開 只是那個心理壓力比較大 然後我們慢慢走到香道 這應該算是香道 這邊基本上大車 這邊走這一條 都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比如說混凝土車 如果你需要澆灌混凝土 就是要走這一條路 才有辦法走 OK 左轉就是往東四天人的方向 往東四的方向走 我只要把男酒 除非遊玩 這麼多第三條路 進來 不是 你是特色的 一定是為了 而且地配收 我們這份 大陸 我們一旦 有幾百匙 多五天 有八倍 最大師 五天 這邊就開始有一些人家了 我們為什麼拍攝都會實際帶你們走一趟 因為 找這個休閒用地的人真的很多 非常多 所以 但是這種地方 不好找 就是符合大家期望的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因為大家第一預算不高都是幾百萬的預算 然後就想要找離市區近 離市區近 路由好走 土地不要太小 用幾十坪的他們 可能都覺得 或是一兩百坪的他們可能都不覺得不夠大 所以這次真的只能夠往山上或海邊找 可是海邊嘛 它的缺點 顯而易見 就是第一個有海風 冬天的時候很冷 然後 東西又容易壞 因為都是有海 鹽 海風都含鹽粉 東西都容易壞 重點是 冬天的時候很冷 夏天的時候很熱 沒辦法避暑 沒辦法避寒 但是山上 就是 夏天可以避暑 而且蚊蟲 比較少 像我們這邊海拔八百多 蚊蟲比較少 是它的一個很大的優勢 土地也很大 一甲地 當然 太大不好整理 一定會有 要常常要土草的問題 所以 有人乾脆就是種樹 然後 其實現在還有一種觀念就是探權 探權的觀念 如果說你把你的 土地種樹 這個探權賣給企業 可以幫他們結稅 這也是一個賣點 然後 我們 拍 山上這樣子 開開走走 很多人就會 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們拍這個 我們這個路況 就是要讓大家能夠理解 為什麼要這樣拍 拍了 大家可能覺得 幹嘛要把這個不好路況 講的 因為其實也沒有仲介會這樣做 第一個很浪費時間 就這樣一直拍 然後路況 不好 很多仲介都會 隱惡洋善 他為了要把這個物件賣出去 也會把他的 缺點 不想要講出來 希望有更多人來看 可是呢 我不是 我不善於說服人 我不善於說服人 我只是 想要找 是 喜歡 真正喜歡 這一塊地的 來買 而不是 企圖去說服一個 不喜歡的人 讓他來買 可能買了之後還會後悔 比較容易會有糾紛 比較容易會有糾紛 雖然說 我是 這幾年 我有一個很深刻的體會 每個人都 都有他的主管線 每個人都有他的主管線 你要去說服一個人 沒那麼容易 很多時候我們只能夠遷就 遷就別人 的想法 你要去說服他 我們不是 他的誰 我要怎麼說服一個人 因為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當然我們會盡量 設身處地 為對方去想 但是畢竟不是他本人 然後他所經歷過的 他所看到的 他所想的 我們 都不一樣 每個人都不一樣 那我能夠做的是什麼 就是 提供 更多的選擇 我能夠做的就是提供更多的選擇 讓 我的 買方 知道還有什麼物件可以讓他跳 我買賣 這麼多土地不動產房子 都是 你當下反應不喜歡 我就不會 說什麼了 因為你不喜歡 除非 當然啦 我會先把 這個物件 解說詳細給你 讓你知道他的來龍去賣 讓你知道他的優點缺點 都跟你講了之後 再自己去評估 適不適合你 不過有些客戶 根本 他雖然嘴巴講 他要什麼 要什麼 可是 有時候我們還是會遇到 客人買的東西跟他當初講的東西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 他其實 並沒有很了解他真正的需求 有時候 有時候 每個人的想法 會因為 自己的經驗法則 他看的可能 看的不夠多 看的不夠廣 所以他的想法被局限住了 像這邊會車 就還蠻好會車的 他的路還蠻大條的 到這邊 路就還蠻大條 還算好會車 雖然還在深山裡面 如果說我們是從這邊出去到台中 時刻住不定要一個半小時 如果說我們從另外一條 剛剛我們走的比較多的那一條 去到台中市也要一個小時 要多到半個小時 所以你要能夠接受 這樣子的路況 再來看看這邊的土地 他的抗性也是有 第一個就是大五分都斜坡 雖然有一甲地 大五分都斜坡 而且又有高壓電影塔經過 但是他對 住在這一塊地的人 如果你有住在這 其實影響不大 清理作用比較大 因為就是電塔看的到 但是影響 維護機位 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那個支柴池是 蓋在那個 路邊 離那個高壓電塔還蠻遠的 大概100公尺 大概100公尺 對那種電磁坡的影響已經 幾乎沒什麼影響了 但是因為他很大所以還是看得到 9萬18塊 你有暈車了嗎 快了 快了 我暈車的人不要來 但是說真的這邊海拔高800多公尺 是很涼爽愜意 夏天的時候不會太熱 其實還好 只是因為我一直盯著螢幕 是很涼爽喔 是很涼爽喔 把他加完 我們已經快要到神道了 現在要路多久了 41 41很久 差不多下來是神道了 是神道嗎 到了 道竹竿到了 這個是21號神道 剛剛如果右轉的話 是往南投國姓祥 左轉這裡就是 往東勢的方向 大概兩三公里就可以到東勢 就可以到東勢 這邊是神道 就很好走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一條路 我們凝土浴半車壓上去 也是可以的 也是慢慢開是可以開的上去 這一塊地 然後希望你們覺得這一塊地是適合的 如果你覺得這一塊地有適合你的需求 趕快跟我們聯絡 他這個大獎價從1200多 降到現在898萬 所以我覺得應該很接近大眾可以接受的價格 對於要找這個休閒 休閒用途的退休生活 還有一塊地可以做的 然後想要 就是 可以打電話給我們的電話 就在我們的頻道的標題上 歡迎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可以 帶你逛一下 如果真的還是不喜歡 那沒關係 還有我們的頻道 還有拍攝很多其他的物件 他也可以給你參考 我們的物件是蠻多的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就算你覺得我物件這麼多 懶得看 懶得找 沒關係還是要繼續訂閱下去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拍攝新的物件商家 雖然我的影片已經拍了1000多集了 應該是東部地區最多的 還是 我相信我們這個頻道應該是你最好的選擇 因為我們的物件是最多 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邊東部地區最多的不動產 房地產 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錯也不怕你買後悔 我們全部的拍攝都是一鏡照地 一照未剪 沒有剪輯沒有廣角沒有煤化 你只要在家裡輕輕鬆鬆的滑手機滑平板 看ANGEL 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很清楚明瞭知道 這個是不是你要的土地不動產房子 那 很感謝你看到這邊陪我陪一起迷路 這邊這邊右轉出去就是東室 拍到東室的東關路 就結束 那基本上 為什麼要走這一條 是因為他路比較大條 所以我們 選擇這一條比較遠的路 那實際上 如果你開熟了 根本不需要開那麼遠 就直接切上去 只是路會更陡 更小 需要有一點膽量 如果是女生可能就 不是很適合 這邊是鮭魚葡萄 這邊是鮭魚葡萄 我們過這個橋 就是東室的東關路 前面就是 右轉往古關和平 左轉就是東室的市區 然後這邊 離東室市區有多遠呢 看一下 距離東室的市區 大概20分鐘喔 大概20分鐘的車程 12公里 12公里的路 就是你到了東關路這裡 離東室市區 還有12公里的路 將近慢慢開 也要20分鐘 OK 好 那我們就拍攝到這裡 感謝你這麼有耐心把它看完 我猜應該是極少數的人才有 才有這麼耐心看到這裡 應該前面大部分人 你就看一看覺得不適合就跳掉了 感謝你們支持我們 那記得要打電話給我們喔 拜拜